十八 人于之罪辟 是为我见事理 万法有己良知 由事而生 此属心之浮明 所致无知故也 凡为于衡量诸物 似为尺度者 实则无视也 给人造成愚痴的最大弊端 主要是以为自己掌握的一切 都是真理 对世间上的一切 无论是精神或者物质的 都拿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心境 去作为尺度来衡量 符合自己看法的就对 否则通通斥之为错 之所以如此 其原因主要是来源于 自己的心境未能开发智慧 对于真理建树未能得理 而片面地看待问题 以自己所知的一点一滴 概括一他之全面 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 无知境界当中 所以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凡是遇到 拿自己的一切观点 作为衡量一切物体 或者生灵的尺度 作为绝对真理的人 实际上 这种人 是没有知识的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